DX2022 ICT Paper 1A MC 第十一题 这题是比较差的,只有25%后生答对 这题是问关于ASCII Code 本来是一个很基础的ICT概念 这是典型的ASCII Code Table 根据ASCII Code 本来每个字母都有一个代表的数字 例如0字 排第48,这是10进制 16进制是30,2进制是0011000 我们再看了ASCII Code的全名 就是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更加清楚发明ASCII Code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们来看端端问什么 端端问为何要用ASCII Code 去表达一些characters 例如英文字母,数字,beautiful,诸如此类 简单来说,问一个why的问题 即是下面哪些是原因来的呢 1,2,3是reason 我们特别再强调一次 我们要找原因 好,逐个来看了 第一个,standardized data representation 即是将这些资讯表达的方式标准化 大家就有个沟通的共同基础 即是电脑A和电脑B沟通的时候 即是不会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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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2,enhanced encryption 即是加强数据的加密 基本上ASCII Code和encryption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你看看这个ASCII Code的table 它本身是并没有任何将数据加密 encrypt一些information的一些algorithm 或者一些protocol 它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没有关系 3,data in computers is stored in binary numbers 即是因为这些数据是用二进制表达 所以我们就要用ASCII Code去表达一些字母 我们看看这个 data stored in binary 看起来好像都挺适合的 因为事实上在电脑里面 例如刚才是0字 在电脑的memory里面 其实就是00110000 真的用二进制去表达 这个也是对的 我看到这里有binary number 所以 because data stored in binary 就是我们要用ASCII Code的原因 我们想清楚 究竟这个是不是原因来的呢 没错 我们先看看这个table data stored in binary 即是所有电脑里面的数据 都是二进制 number 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 是一个fact来的 但是这个fact是否导致我们要用ASCII Code的原因呢 这个是诚意问的 因为即使所有电脑里面的数据都用二进制表达 但是呢 我们都可以不用ASCII Code的 比如可以用大五马 big five code 例如可以用gb code 例如可以用unicode 例如可以用unicode 事实上还有其他的coding scheme 所以这个最多只能是一个fact 但是它并不是那个why的reason 所以三是错 第二题MC 根据考评局的报告呢 有接近61%的考生是答了 c for cat的 即是one and three only 一同三是对的 但这个呢 我明显是错了 因为三呢 只不过是一个fact 它并不是一个原因 所以正的答案呢 就是one only 答案就是a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特别呢 做N4的时候要留意 这个题目的问法 他问why 那就是问个reason 我们要将个fact和reason 分开 特别因为reason 是需要一个因果关系 才能够成为一个reason 一个fact呢 这个世界都有很多fact的 但不是那个fact都是一个原因